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行程就是东门市场 刚租完车之后 驾过来这边很快 十几分钟就来到了 怎么都要来打卡 看看什么好吃 虽然有些人说晚上才多吃东西 我们在门口都闻到一股东西的味道 好 进去看什么吃 这个东门市场除了掃街吃东西之外 其实也是一个街市 什么都可以买很多本地人 猪猫要买东西 我想应该是很晚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猪猫来吃 我们先来看看 哇 哇 太厉害了 很大条的鱿鱼酥 这个当然是掃街 第一个当然是吃 手臂这么大条的鱿鱼酥 它还喷着火 很夸张 我觉得喷着火也是做效果 12000元 就是它现在这里 好像荡荡都有几个年轻的 都是用这些喷火枪来烧 做些效果 那当然它这个效果 真的很见效 Thank you Thank you 是时候试下了 它就问我要不要辣 不就要辣 再加些什么呢 很棒 牛鱼酥的味道 很辣的 挺不错的 有点烧烧的味道 有点烧烧的味道 不错的 味道挺辣的 我觉得在每一个市场 都有这些煎味都挺好 引到别人来的 现在吃下韩国的饺子 韩式饺子 它有黑猪肉 有鲍鱼 还有煎鱼 还有这个味道 那我就买了一个四色的 四色的 九千鱼 好了 每人都试些 它们有些韭菜 韭菜 韭菜 猪肉 鲍鱼 鲍鱼 吃完一轮食 再继续走走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 沿途 都是有很多海鲜 鲍鱼 还有日用品牌 最主要看到很多都是 他们这里的金牌 西州的金牌 真的很出名 这家店铺 很邀请 全都是没有英文 即是韩诚和韩文 几个 阿猪妈 在这里开店 我们进来很可笑的 一进来 他就叫你拿一张票 拿个号码 然后找地方坐下 他就跟他们点送 我们都是来过几样东西 金牌 鱼 鱼 鱼 很多人吃 碗都洗不着 好像太忙了 这些东西来了 金牌 其实看来 它的馅里有个青瓜 有个叶菜 还有个火腿 它就跟我们平时那些 就有点不同 因为它的面 它没有芝麻油 比较干些 好像很raw 试一下 没有惊喜 有什么味道 这个呢 这个呢 好像有惊喜 我老婆说试了 很正 因为它说为什么呢 它的馅里是挂汁的 是挂汁的 有些馅里 汁和馅里是分离的 然后就粘在一起 那你吃的时候就很入味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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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确实 不怪这家店 它在门口 都是在门口煮 然后这家店是吃鱼 这个是另外一个鱼蛋 这个不是鱼蛋 这个不是鱼蛋 这个是鱼蛋 这是门口的鱼蛋 我吃到鱼蛋 它上面的皮很脆 就算是浸掉 一些酱 但是也很脆 很棒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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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推荐 不错 这个 好了 这一家就吃完了 刚才吃了一个鱼蛋 和一个鱼蛋 就7500鱼蛋 都OK 那再试试吃 先吃 买了猪手 就回去酒店吃 宵夜 买啤酒 很棒 好了 回到门口 这家店是最流行的 有跳舞有性 中间的鱼蛋 原来它是买龙虾 所以不太用力 它这么用力 我们当然要买个龙虾 来试一下 我们买龙虾 好吗 既然它跳得这么用力 半只 我们被它的母子吸引了 买龙虾 如果它不是跳得那么厉害 我们已经买了猪肉 哈哈哈哈 这一档是在门口 基本上是进来的东门市场 就会看到很定歌热舞 对了 还有朋友 哇 厉害 哇 哇 好危险 我们的龙虾 在它的母子之下 开始熟了 这个火焰芝士烧龙虾 就价值9500W 我估计应该是 4500W是龙虾 这么小 然后有5000W是它的母子 都很多 韩国的Ajumara 就买的 好像很开心 所以它们觉得9500W是很划的 哈哈哈哈 那我试试 龙虾 我试试 我试试 那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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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试些些芝士 那 它的龙虾是很小的 它的芝士 就比较 平价 平价的芝士 没有拉斯 有点粉的芝士 好了 这个龙虾 9500W 还有一场 武道 可以欣赏 值不值呢 就别人见智 一场来到西州 都应该试试 好 试试 试试 我刚刚吃过龙虾 我跟正的价格 它龙虾值25500W 7000W是他的武道 哈哈 哈哈哈哈 就这样了 原本这个是想着买回酒店 送啤酒吃 所以今晚就 再买另一样东西 送啤酒 那这个猪手 就现在立即吃 它这里 继续到的 全部都是黑猪的猪手 那我们选了一个 没有那么肥的 它不是那么肥的 那它还有 一个汁 有一些海鲜汁 蝦 试试 嗯 很美味 它的汁 咸鲜的汁 它的黑毛猪 不错 肉汁真的不错 它的猪皮 好像骨胶油很高 再加上咸鲜的酱 很像鱼露 嗯 很像鱼露汁 对 鱼露 很美味 对啊 10000W也挺划算 50几十元 对啊 嗯 不错 对啊 在刚才市场里面 看到一些 你可以不是买一包好的 它买一整只 就转秤 就贵一些 好像刚才看到 一个人买 是20000W 你可以选哪个更好看 自己切开来吃 这个就切好 就试一下 都不错 嗯 这个 我超高热霧 真的好吃 超高热霧 好了 这条片是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济州岛半山的酒店 这间酒店除了房子漂亮之外 它的早餐还很特别 记住留意下一条片 我们下次见